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递着幸福美好的情感 在追逐甜蜜的轨迹里 人们琢磨出了怎样的劳动记忆 来满足味蕾和情感的需求 甜蜜智慧带您走进甜味的世界 繁花盛开的季节 勤劳的小蜜蜂 筑巢酿蜜繁衍生息 古人在蜜蜂腹中说 散似甘度 凝乳割汁 冰鲜郁润 嘴滑懒香 蜂蜜作为最天然的蜜糖 打开了人们出尝甜味的大能 然而从古至今 获取蜂蜜的过程 需要人们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云南省丽江市的伊谷洛村 生活着一个勇敢的民族 丽宿族 族人世代生活在大山脚下 掌握着一种采集盐蜂蜜的绝技 盐蜂属于天然的野蜂 他们生活在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 生性凶猛 毒性很强 原类早在公元前七千年 就留下了攀腾彩蜜的岩花 何志生今年已经55岁 是利宿族所剩不多的 拥有绝壁彩蜜记忆的人 采集盐蜂蜜 一般需要三四个人 今天何志生为了成功采集盐蜂蜜 找来了经验相对较多的 何湘城 何钦路做帮手 何志生认真检查着保险绳 如果在悬崖上有什么闪失 能救命的就只有这条绳索了 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以打猎和采摘为主 他们无意中发现 熟透的果子和树上的蜂蜜 可以产生甜味 用来补充能量 他们从野生动物掠食蜂巢中受到启发 学会了从树洞沿穴中寻找蜂巢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攀爬 何志生一行三人已经到达了眼底 蜂巢就在他们脚下 褐色的棕衣由于与树皮的颜色相近 采风人认为可以迷惑颜峰 免受攻击 松树枝和松树叶做成的火把 是何志生的防身武器 阎风的毒性大而且攻击性强 如果遭遇大量的阎风攻击 过量的风毒不但对人的心脏有毒服作用 还能导致人呼吸中枢麻痹甚至死亡 放下的绳梯距离风潮一米左右 才是最佳距离 因为这个距离最方便采密人工作 蜂蜜桶等物品要先放下 否则它会带动松动的岩石 土块等杂物 杂伤采密人 何志生先点燃火把 放在成蜂蜜的桶里送了下去 蜜蜂受到烟气的干扰 误以为发生了火灾 全体吸蜜准备飞逃 吸蜜导致蜜腹部膨胀 针不能遮出 这样便可以减少蜜蜂对人的攻击 褐色的棕衣 烟熏的火把 悬崖上的绳梯和保险绳 这一系列的工具和准备 何志生都烂熟于心 这可是足足辈辈的追蜂人 冒着生命的危险 总结来的经验 采密行动只许成功 不能失败 何志生必须谨慎再谨慎 一个小小的差错 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过了一会儿 确认烟已经起了效果后 何志生下来了 盐峰潮分为三个部分 最下部是盐峰的育婴房 没有蜂蜜 何志生先去掉了蜂巢的最下部 由于火把装在桶里 氧气不足 没有充分燃烧起来 大部分盐峰 并没有被熏理潮雪 不得已 何志生只好用瓢把盐峰赶走 蜂巢的中间部分是盐峰存储的花粉 同样没有多少蜂蜜 何志生竭力要把这部分捅下去 因为是高空作业 他并没有更多的力气来采集这一部分 只有先把不怕流逝的花粉舍弃 最后再做处理 现在已经露出了蜂巢的最上部 真正存储棉峰蜜的地方 但是还没有开始彩蜜 何志生却爬了上去 珍贵的盐峰蜜 滴滴答答的不断滴落 十几分钟后 何志生光着膀子又下来了 脱了衣服以后 他的那个压着的那个数量就少了 不然的话他衣服穿着这的时候 蜂娘全部爬去给他衣服里面 一压全部都是这 下的确实不怕是这么 衣服脱掉下去 既然已经被盐峰发现攻击 何志生索性豁了出去 此时 何志生正在和盐峰争分夺秒地抢盐峰命 大概有一半的盐峰在空中四散飞舞 攻击着惨异人 而另一半的盐峰则不为所动 快速地吸食蜂蜜 他们要尽可能地抢下自己的粮食 吸饱后的盐峰则聚集在另一旁 快速安起了新家 盐峰的毒性很大 一般人被遮几十下后 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体质敏感的人则会因无法呼吸 或者器官衰竭而亡 由于常年和盐峰接触 有一定的抵抗力 何志生全然不顾盐峰攻击 抓紧时间踩密 而此时 山顶上的河湘城 也在遭受着盐峰的攻击 好几本就数不清楚了 我再盯也不能跑 我一跑了 万一瞬间失守了 就生命危险了 走 马突然 以马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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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尼 后下次别挤彰 呼 咋吗 彮迳 今 什么 不是 历经千辛万苦 和志胜一群人才收获了极少数珍贵的盐蜂蜜 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 让他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这个你看 全部都是 这里衣服上都还有 你看 这些全部有 这的 为了找寻大自然中的甜味 祖先们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获取蜂蜜 然而悬崖采蜜的绝技 掌握的人毕竟是少数 为了能随时获取蜂蜜 竹花而居 饲养蜜蜂 成为养蜂人坚守一生的甜蜜事业 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劳动者 却用执着淬炼心性 用时间打磨品质 用专注成就神奇 他们用双手传播中国文化 他们用匠心书写中华文明 科教频道五一特别节目 将从不同行业 不同视角 记录首亿人的飞凡匠心 山西省永和县 位于中国母亲河黄河的中游 每年四五月份 漫山盛开的槐花 芬芳四溢 这正是出产槐花蜜 最好的季节 哪里有花香 哪里就能看到养蜂人的风香 记者高泽民 找到了当地的养蜂人刘大哥 大哥 打扰一下 我这个 我想临近一点 我怕折 能不能 这怎么过去啊我 你过来吧 我这有面具 很恐惧的一种感受 在外面你看有好多的蜜蜂 村民们以木为器 采用蜂香养蜂的办法 蜂香里的蜜蜂自己筑巢 分为雄蜂 公蜂 蜂王三种 它们各司其致 组成了庞大的蜂群体系 雄蜂这个头是圆的 哦 圆一点的这个头 雄蜂它就装束在这个 台里边跟蜂王交 就起这个 交配的作用 这是这个雄蜂是吧 对 哇 还真的没有那么恐惧 咱们爬上去痒痒的 像蚂蚁爬一样 是吧 这就不遮人的蜂蜂是吧 对 公蜂就是能遮人的 大概是一个小拇指这盖这么大 对 而且这个 蜂蜂最小 对 蜂王长什么样 您能告诉我一下 这个是不是 这个好 找到了 这个是不是 是 就这个是吧 对 跑来跑去的 好 看到了吗 这个是蜂王 对 看到了吗 它整个身体会发一些金黄色 金黄色 然后它的翅膀是整个封在上面的 这蜂王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蜂王它是一身 光吃这个蜂王酱 出来就是蜂王 它是 就是出来以后 藏子它还是吃的蜂王酱 它不吃蜜 在蜜蜂的王国里 蜂王是一国之君 蜂巢之中等级森严 分工有序 雄蜂负责与蜂王传宗接代 工蜂则采蜜酿蜜 为蜂王服务 所以在这些看似平静的蜂巢中 蜜蜂们各司其职 养蜂人也正是利用这样的等级制度 更好的管理蜂群 收集蜂蜜 这是要干什么呀 取蜜 取蜜 你看这个板上现在扫掉以后 已经露出了蜂巢的样子 这就是蜂蜜 蜜蜂应该是大自然最好的工程师 对 你看它盖房子盖得非常的好 咱能尝尝吗 可以 能尝尝 可以 又又 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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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痛啊 走 啊 我走 啊 这又多痛啊 啊 啊 我刚才做什么动作了吗 交开交开 啊 哪一块 啊 这儿 这个位置上 哦 麻了麻了 哦 德哥你不是不疼吗 我也不疼吗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把手抬起来抬到这个摄像机的镜头前 不过现在手好像也不太听使唤 呦你看看 现在能看出来了啊 我这手发紫了 对 这才是痛的记忆 我记住了我再也不着蜜蜂了啊 蜂蜂蜂 蜂蜂 对于每一位养蜂蜂人来说 都已成为家常店饭 尽管要经常承受这样的痛苦 但养蜂人对待蜜蜂依然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因为蜜蜂能为他们带来一份甜美的收获 蜂蜜 哦 这个好啊 直接吃就行 直接吃 好 在痛苦过后我们要尝一尝最新鲜的蜂蜜啊 你看 它现在晶莹剔透的 泛着光线啊 非常的好看 哎 滴起来的蜜汁也非常的甜 感觉 油油的 好了 现在开始尝一下 对 直接把米一锁把拉吐掉 挺好玩 特别特别的甜啊 咱们说完这个蜂蜜啊 来说说这个蜂巢 蜂巢呢 它没有那么坚硬 呃 稍微有一点发硬质 比较脆 但是你用牙齿呢 把它咀嚼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吃这个粘牙糖一样 只不过它没有什么味道 把蜜整个吞下去以后呢 蜂巢就会被流出来 现在要做什么呢 现在要挖 挖出瑶蜜 好啊 大家看这个这个是瑶蜜器是吧 对 咱们看一看它这个瑶蜜的效果 对 越快越好吗 呃 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慢 太快了把皮子甩坏了 太慢了 你咬不出来 哦 才看见了吗 哦 就像这个丝线一样 一点点的缠在上面 对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潮中的蜂蜜 如抽丝般被甩出 甜蜜的收获即将出炉 然而 就在此时 刘大哥自己家的蜜蜂 却出了状况 他培育的新蜂王 带着大量的蜜蜂 跑到了树上 我们赶到时 刘大哥的邻居正在树上 想把出逃的蜜蜂带回来 如果不能把它们收回来 那么这次刘大哥将会损失整整一箱蜜蜂 大家能看清我的蜜蜂吗现在 基本上面前已经被蜜蜂全部都屏蔽掉了 哪个箱子在分蜂啊 哪个 我也得站在这边来看 它是集结的迅速的往外飞是吗 对 蜂王在哪 蜂王现在不知道 它外飞 这种大量的迁徙是吗 对 声音现在比原来要响很多 大家安静的去听一下 噓 其他蜂巢的口上是慢慢往着飞 它们为什么会集中在那个数字上 这就叫自然蜂蜂蜂 自然蜂蜂 自然蜂蜂 里边 它原先有一个蜂 它现在又有了一个了 这两个就不能在一个箱子里供蜂了 它就要自然蜂蜂出来一个 自然蜂蜂蜂 这就叫自然蜂蜂蜂 一个箱子整有一个蜂 对 能够着吗 烫不着 这件事可不行 这件事可烫不着 站在这也够不着 这楼太狗了 由于出逃的蜂蜂在树的最顶端 人爬到树上也难以够到 经验丰富的刘大哥 马上想出了另外一个应对办法 这样就做好了 划上蜂蜂自己就爬上去 这是他们这个熟悉的家的样子 上面还有很多蜂 是吧 这能吸引他们 你看做的像一把大板斧一样 递上去吗 看不着 稍微有点危险 差不多吧 再上梯子 再上梯子 这次 刘大哥采用了更安全的办法 用竹竿绑上蜂巢 吸引树上的蜜蜂回归 这样它自己就过来了 得支一会吧 这个动作是非常累的 注意安全 我给你扶着剔的 我猜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杆现在是特别重 它必须得全身的力气都拖住这个杆底 前往这蜂牌呢也是越来越重 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蜂王引回到这个他们制作的蜂牌上 随着蜂巢上的蜜蜂越聚越多 收取出逃蜜蜂的任务算是接近尾声 只要找到出走的蜂王 一切就可以圆满结束了 终于就下来了是吧 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一起从密密麻麻的蜂群之中 确认蜂王是否还在 找到它就能控制住整个蜂群 这个蜂王现在比这个熊虎还小 还小 这是蜂王 对 这就是蜂王 哇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 对 富于创造的中国人 不会在蜂蜜上止步于对甜味的探索 当美好的体验继续蔓延 浓浓的甜味在人类制堂的手艺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江苏省长州市西南部 作为物产丰盛的鱼鸣之乡 丽阳有着悠久的制堂历史 麦芽唐也被很早应用 麦芽唐在古代也叫夷唐 大约在三千年前 诗经中就有关于移的记载 移糖是以大米小麦等粮食为原料 发酵糖化而来 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现的最早的甜味剂 丽阳炒米糕在广西叫做炒米糖 广东又叫做米花糕 炒米糕以麦芽唐的制作为基础 虽然看似普通 但却是古人制堂记忆的智慧解经 大家来这边看 师傅们正在忙 我们看这有两方米 对 这个是主材料 是我们利养的有这大米 这用水泡过之后了应该是 是吧 但是它颗粒也不是很大 不过味道是很香的 香味很香 哇 这清香的米 炒米糕的制作工艺繁琐 其中最难的是糖料的制作 将泡好的米饭放在大火上蒸煮 搭配没好的大麦芽浆 这两者是制作麦芽糖的最佳组合 接下来 它们将被混合在一起 开始一段漫长的发酵之旅 你饭点时间行不行 行行行行 你当心压一点慢点 你当心吃 这应该很烫 你看这个饭香不香 嗯 二 三 现在我们这个木桶里面装的 就是我们刚刚磨好的 这个大麦芽的这个姜叶 那咱们为什么要把它混在一起呢 因为要通过它这样子半火来进行发酵 就变成为糖 就下一个步骤了 对 下一个步骤 对 所以咱这个是麦芽糖 是不是 倒进去 一 二 三 好 哇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 祖先们很早就发现 麦种在发芽时 会产生糖化酵素 而将米饭和麦芽充分地融合 麦芽中的淀粉酶 会水解大米中的淀粉 从而发酵 产生糖水 而这就是麦芽糖的由来 发酵完成的糖水 片刻都不能耽误 还需要经过最为关键的一步 炒糖 炒糖是为了把糖中多余的水分 用熬制的形式挥发出来 在熬制过程中 通过工具不停地进行搅拌 这样麦芽糖才不容易炒焦 熟练的动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就的 动作幅度的大小 火厚的拿捏 全品手艺人多年的经验 只是粘稠的糖浆 还要经过怎样的步骤 才能做出炒米糕酥脆 不沾牙的口感呢 叔叔 现在咱们摊在这儿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刚才我们炒好的糖 现在烫粮在这里 现在开始把这个糖要进行放在这个凳子上 由师傅把它甩 甩糖 甩糖 拌开 搬上去 把它搬过去 这个用下来就行了 好来 怎么弄放哪儿 再放在这儿 再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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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叫甩糖啊 对 哇 这都拉出丝来了 这都 对 它爬上来 大家看这个 有点像那个 慢慢出现了像拉面的这种形 对 拉的面条一样 好 用臂力 对麦芽糖进行进一步塑形 这个过程称为甩糖 智慧的古人很早就学会通过物理手段 改变糖的内部结构 不停地拉伸 会撕断麦芽糖的纤维 大量空气的进入 使得麦芽糖变为微小的结晶状 并且氧化 最终呈现乳白色 所以 经过拉扯之后的麦芽糖 香脆可口 并不沾牙 现在感觉怎么样 现在感觉到很开心 开心 为什么开心 以前小子看到猪阿姨的好吃 这只没有亲自动手 现在好像感觉到现在是一种因素 我吃了这个蛋 感觉到比吃辣的人都甜 都甜 行不行 咱拉成这样行不行 行了 可以吗 可以 咱给大家看看 好 这都举下来吗 好 举下来 我感觉像捧了一捆金绳子 撒 金面条一样 15分 有了麦芽糖作为基础 人们才有可能继续加以创造 做好的麦芽糖切块下锅 糖水沸腾后 加上炒米 花生 芝麻等辅料进行翻炒 两分钟后 一锅热腾腾的炒米糕就出锅了 看似简单的炒米糕 背后的制作却是如此复杂 手艺人对待每道工序 都怀有一颗极致般的匠心 只有这样 甜蜜的滋味才能被更好的保留 并且代代相传 麦芽糖的制作技艺 丰富了甜蜜的内涵 而就在此时 一种更为直接的获取方式 使糖犹如春笋般 走进了千家万户 眼前这一大片扬眼的绿色 是人们种植的甘蔗地 甘蔗属于温带和热带的农作物 大多生长在我国的南方 孙姐 我这第一次到甘蔗地里面 它长这么高 最高的有7米多 多长7米多 大家看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 这甘蔗大概我目测 应该有2米多的样子 就直接打断它 行 这个让我来一下 这有点小了 打这个吧 要收割的时候全部打掉 全打掉是吧 收割是吧 稍微深一点 大家看这是甘蔗 这是唐蔗 唐蔗 唐蔗就长这样 这能吃吗 可以吃 可以尝尝味道是吧 嗯 来 是这样 尝哪边 这边 那干净一点地方不好 感受一下 嗯 我感觉自己像个熊猫 倒是没有什么太甜的味道啊 可能是它不到收获的季节 但是吃起来有这种青苹果的味道 现在你吃的这个位置是头上 那个烧头的 这个水也不太甜 如果咱们说你吃 根部的话 根部的话也蛮甜的 就好一点 嗯 红糖 白糖 冰糖等 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甜味 它们都属于蔗糖 也就是用甘蔗制作而来 这糖的出现 彻底将糖 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那究竟经过了怎样的制作过程 使得一棵棵甘蔗树 变成了我们最熟悉的沙糖呢 深涂素云制作红糖 完全遵循古法 新鲜的甘蔗收回来之后 直接榨汁 甘蔗汁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自然沉淀 去除一部分杂质 之后 进入熬糖的过程 进一步提纯 我发现这个锅呢 就像一个被劈开的糖葫芦 躺在这里一样 有点像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 从大到小排列出来呢 从大到小呢 这个是 这个是刚出来的制 然后就是水分多 水分的有制 然后慢慢的 前面那个山锅呢 已经是完全是成熟了 所以说越熬越少 越熬越少 越能稠了 这是有过程的吗 有过程的 现在我们这个第一口大锅 已经把那边沉淀池的甘蔗汁给引过来了 是吧 等开锅以后我们要加入一种 苏打粉 苏打粉 就是泥杂 什么东西 这杂质都是光上浮的 然后就我们把这个捞起来 捞出来 这苏打跟糖的反应 还是苏打跟水的反应 是糖的反应 跟糖的反应 嗯 现在旁边这些都结块了 这些都是脏的东西 哦 甘蔗汁引入第一锅之后 需要进一步去除其中的杂质 这时候加入适量的苏打 可以快速提纯 用特制的大漏勺撇出带有杂质的沫 直到甘蔗汁变得纯净 这就已经撇干净了是吧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罩子拿起来以后 好 看到没有 都能漏下去了 这就是成这个汤色了是吧 然后就是咬到第二锅 咬过去 来 好 那你咬一下 熬糖是整个制糖过程的核心 熬糖使用的是直锋枪灶连环锅 八个锅连成一排 从灶头一直贯穿到灶尾 熬糖是一个体力活 要将甘蔗汁从第一口锅一直咬到最后一口锅 熬糖的术语叫做感水 也就是连续的将一锅甘蔗汁快速的向下一口锅擀 这样在每口锅中 甘蔗汁都会蒸发掉一部分 最后变成浓浓的糖汁 孙姐 我发现其实这几口锅不都是在煮这个糖吗 那挪来挪去的有什么意义呢 前面那几口锅呢就是火 火候比较旺 火候旺 熬到小的话 越熬越少了吗 越熬越少 然后在大锅的话 你熬得少 熬得少的话大锅会粘稠的 粘稠 结块的就是 就为了不让它粘稠 不让它焦 不让它焦 然后换到小锅里 你们然后就是火少一点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熬出来 就是小火慢慢的熬 没有一个过程 现在其实这个感觉特别好 它不单单是在这个雾气里面 虽然说它蒸发的是水蒸气 但是还多少会带出一些这个糖分来 所以我现在感觉就像在蒸一个红糖苍拿 熬糖的过程是一个水分不断减少 糖的浓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到最后两口锅的时候 糖汁已经变得非常浓郁 这时候智唐师傅会根据经验判断起锅时机 哦 这叫糖床是吧 这一步在干什么呀 早饭冷却 冷却 冷却啊 拌鱼汁吧 对 现在我感觉像在 在 愁中 西湖湖这个感觉啊 不过在空气当中已经有这个糖味了 这个很硬了已经开始了 是吧 熬好的红糖糖浆凉凉之后 经过切割和研磨 最终得到成型的红糖块和红糖粉 由于普及量大 这糖后来者居上 在中国人的甜味中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作为调味品 糖走进了中国人的厨房 与食材相结合 宽化成多姿多彩的甜品佳肴 当北方的面粉遇上红糖 一种叫做糖甘芦的点心应运而生 糖甘芦拥有着香脆的口感 甜而不腻 又因内力中空 用力咬食能闪到牙齿 所以也有闪他嘴的说法 那么糖甘芦能够中空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会不会和糖有关系呢 制作糖甘芦 首先要调好油 水 糖的比例 然后倒入面粉中 和面做成糖甘芦的外皮 来 我们一起来揉一下 这个其他的步骤 就像我们在家普通的揉面是一样的 对 哎呀 您别说 这个面加的这几个调料 这几个调料之后 确实变得特别的柔软 这个面必须得好好揉 揉不好的话 就达不到中空的那个效果 所以说想要达到中空 揉面是很关键的步骤 对 这个面揉起来 跟我们家常的面不一样 因为它太软了 所以用劲不能太大 用劲太大的话 会很容易变干 你看还要不时地加着水 可能是因为那个糖水 红糖水有点吸水吧 就是 把这面里边的水分都吸走了 所以还要及时加水 所以说它这个水油糖面的比例 特别重要 红糖可以影响面团中的蛋白质吸水 过量的糖分又抑制了酵母的生长 所以对糖量的控制 是做好糖甘卤的关键所在 这也是糖甘卤 并非人人都会做的原因 将做好的面团揪一小块 再揉成小桃形 就可以进行包馅了 抓一把 抓一把馅 对 再多抓点 再多点 馅有点少 对 薄皮大馅 好 往里面 这样 用手指这样 跟从小山一样 这样 好 用手指这样 慢慢地 抓 边动边 您看您这 抓完之后 这表面还很干净 但是我已经 这个外边都已经沾满了这个馅了 看起来就不好看了 你这个没等烤熟 皮就焦了 里边没熟 外边已经焦了 这个会影响 对对对 有很大的影响 花花脸 很好看 花花脸 包馅的手法 需要熟能生巧 糖甘炉的馅 混合了红糖 青红丝 玫瑰 瓜子仁 胡麻油等诸多馅料 保证了甜香的口感 相传 在辽宋时期 馅料中还含有信件 这是面点师 为官家传递情报 而特制的一种邮寄的载体 无论是在和面 还是在馅料中 制作糖甘炉 都需要加入大量的红糖 包好的糖甘炉 还要再经过烙和烤两道工序 才算完工 经过高温烤制 糖甘炉会出现神奇的变化 我们现在要放进烤炉里边 这叫开门间隙 好多洗字 而且一盘里边20个 最下面的 哎呀 好热这里面 现在温度有多少度 250度 好 放进去了 经过多长时间的烤制 可以拿出来呢 差不多大约15分钟左右 相信你好不好 一会儿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好 经过高温烤制 原先扁平的饼坯 会鼓起来 呈中空的状态 糖受热融化后 糖浆会均匀敷在糖甘炉的内地上 这样烤熟出炉的糖甘炉 内空脾脆 香甜可口 点心由北往南 愈发精巧雅致 除了要满足人们的味蜜需求 甜味在南方的灵动巧思里 多了一份文化和香情的厚重 嵌字豆糖 顾名思义 就是将吉祥 有意义的汉字 嵌在糖中 使得糖中有字 自立含义 一肩带铁 奇门地区 古属辉州 每逢大事喜事 人们都会用字糖 来祝福 表达美好愿望 这个是弄黄豆是吧 对 这是做什么用啊 以黄豆给它炒熟 打成粉 做自豆糖的 这是做自豆糖原材料是吧 嗯 做自豆糖 要选用奇门当地上好的黄豆 经过清洗晾晾 晾晒 然后要进行炒汁 好香啊 嗯 好黄豆 这是要 这是炒黄豆是吧 对 特别香啊 有一种在这个 爆米花这个层中的感觉 今天跟贵师傅来学习 做这个自豆糖 我看您一直 就说话也不耽误 我在这动这个 那里面火大 一不动 再一脚 一停就不行了 这我能试试吗 嗯 你都不敢停啊 好 这么转着走是吧 不要 不要不要 我吧是不是 不要 你要摊开不摊开才能一焦 我这摊着努力摊着那样 斜一点 好斜一点啊 做自豆糖 原材料十分简单 只有黄豆 黑芝麻和麦芽糖 将黄豆和黑芝麻 分别炒熟 抹成粉 麦芽糖 用大火熬成糖浆 将熬好的糖浆 分别倒入豆粉和芝麻粉中 揉成两团面 接下来 就要进入最重要的制作环节 这跟我们和面的是不是应回事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我们这就正儿八经的进入到这个制作字的过程当中了 嗯 把面和好啊 豆粉 一般都做什么字呢 这个汪在吉在强在福在这个字呢 啊 福禄受洗 嗯嗯 这像这个贵州私南地区的花田八也是这几个字啊 但不知道制作的方法上是不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做什么字呢 做的吉强如意的吉 吉强如意的吉 嗯 这个寓意挺好 那咱们就做一个吉行不行 那是可以 直接上来就做啊 嗯 我现在抱着这个学习的态度 然后另外呢 我也得呃 自己得上手做一个 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这个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贵师傅快速将黄豆面分成四块大小均匀的长方体 然后在芝麻面上操作起来 不用模具吗 不得写一下字吗 不用比什么的 我看看啊 包上 切了一截 咱们当地会做这个人多不做 不多 您算能排行第一吗 嗯 谈不上 这是在做什么呢 怎么感觉像大吉木一样 这怎么能是个字呢 这不是 这吉字不就出来了吗 哦 是 写课 是不是电视机先生您已经发现这些了 这几 这是不是还没写完呢 写完了 贴上 哦 哦 反了吧 这个吉南车做出来 哦 是什么拼着做的呀 对 相当于我们这个豆粉是纸 黑芝麻粉是比 哇 这个好酷啊 哎 可是这个这么大怎么能做成字豆糖呢 这个在做什么 做另一个题字 不是 它这个包出来 写个字啊 它边下不有空隙 哦 再包过去 对对对对 这个是字本身是吧 对 包一下啊 哇 我们贵师傅 这个在做字的时候啊 非常认真 快速 这个必须得快 是不是 冷的就不炸烧 拉不动了 哦 我明白了 这其实在中间所有的部分 每个字都非常独立 是吧 哇 啊 吉强如意的吉 随便做哪都是这个样子 是吧 还是挺神奇的 简单的材料 却有着丰富的内力 方寸之间 欠字豆糖代替了语言 成为人与人之间 表达情感的桥梁 甜即美也 它能使人充满力量 产生愉悦之感 数千年来 为了留住甜蜜的味道 人们尽其所能 寻找各种途径 从原始追风 到古物提堂 种植甘蔗 劳动人民 不辞辛苦 用智慧创造 用匠心传承 才让甜 这一美好的感觉 在天地之间 在回味之中 带带相传